怎么把六个鸡腿变成三个鸡腿 简单的给鸡腿去个皮 鸡腿下锅煎 盐鸡精黑胡椒调味 咖喱粉是最道菜的灵魂 葱姜蒜去腥 盖上盖子小火炖煮 直到鸡腿软烂 把鸡腿肉撕下来 骨头可千万不要丢哦 土豆压成土豆泥 加入撕下鸡腿肉 喜欢吃辣的可以向文艳加点辣椒粉 在中间加点芝士和骨头一起包起来 一层面粉 一层蛋液 一层面包糠 放入烤箱 180度20分钟 趁着这个时候来做一杯好喝的 二粒要捣碎 加点水 把它抹在杯壁上 满杯的冰块 倒入绿茶 再来一点牛奶 鸡腿也烤好了 不用油也能做到表面酥脆 轻轻松松就能把一整条骨头都给抽出来 真的是外酥里呢 里面芝士融化程度也刚刚好 口感贼丰富 快做给鸡腿的人吃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